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Jim平 有官方人员透露了将会在很短的未来 Netflix推出了之后一直选择率偏高的Valkyrie 还有关于竞技场的Bug 首先昨天的影片刚才跟大家说 正式推出了竞技场的中尼懲罚 影片推出了之后几个小时官方又立即推出公告 说因为中尼懲罚有漏洞 令不少玩家无故被罚 所以暂停这个懲罚功能 刚刚推出又因为漏洞收起来 今次官方应该都要被人吵爆了 无论如何官方说明他们会想在这个周末 大概星期五六左右更新 将漏洞修理好和重新加入 这段时间内竞技场没有中尼懲罚 但建议大家不要中尼 另外一个消息来自官方人员 在Twitter上发的这个文章 Jbibs在Twitter上直接说这个Nerf会在星期四推出 也就是香港台湾时间的5月28日 如无意外Valkyrie明天就会被Nerf 除非他们推迟这个更新 想和竞技场的中尼懲罚修复一起推出 这个Nerf在说Tack Hover 也就是战术浮空 Valkyrie推出之后不少朋友私信我 问这个是不是Bug 其实是官方设计 在使用被动浮空的时候 按住Q去瞄准战术技能的时候 燃料的使用量会减到正常用量的10% 所以玩家可以长期靠这招浮在空中 Jbibs说他们见到不少人用这招 在比赛的尾圈一直浮在空中避箭 虽然说在空中是一个把很容易被打 但他圈缩得小的时候 地面上的人根本没时间理天空中的人 开发者认为这招很无忍 所以在ALGS比赛之前想把这招拿走他 这个改动也很合理 没有人会想自己在地上苦战 天空就有一只Valkyrie浮在空中吃花生 什么都不做等到第二名 所以大家要记住这个将会改走 否则一定看到场上很多Valkyrie跌死 最后想说上次一万伤害纪录那条片 标题绝对不是在说有人用不正当的方法刷伤 另外是HU Oak的称号早在世界边缘推出的那一季 APEX社群就这样叫 叫HU Oak不是看不起你们其他的偶像 所以不用吵我了 大家喜欢怎样叫就怎样叫 上次的影片留言赞好达标 以后的得奖者可以在我IG的动态看 不用在这里说浪费大家的时间 抽奖继续进行看顶致的留言参加 记得到留言区赞好留言 先讲到这里 多谢你们的收看 拜拜 拜拜